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网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情绪极简 今天早上和学员们在聊天 聊起来关于情绪极简 然后因为有个学员不停地在跟我说 他在处理一件事情当中 他的家人对他怎么怎么样 他态度不好,表示他们不爱他 总之说了之类这样的话 然后我就会说 我说你要学会面对现实 你要学会接受现实 然后要学会自我安慰 学会情绪极简 然后他就说为什么 我们人怎么可能就做 怎么可能会做到呢 我就是很伤心啊 我就是很难过呀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为什么我们要学会情绪极简 为什么我们要学会自我安慰 很多人都说 我们的命运是天注定的 已经定下来的 可是其实仔细想想 我们所有的事件 未来的事件 将要发生的事件 他们的好与坏取决于什么 其实取决于我们当下的行为 而我们的当下行为 我们取决于什么 其实就是取决于 当某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的情绪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会根据 我们的情绪和感受 去做出reaction 反应 然后这个反应呢 就造就了未来事件的导向 那你说我这个题目上 写的是情绪操控了我们的未来 你说说的对不对呢 歪理 但是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的 其实经常有人说 一望就是因为你乐观 所以你的生活会过得好 还是说因为你的生活好 所以你才会这么乐观 很多人都经常这样说 对不对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每个人的人生 它都不是非常顺利 或者是肯定是一点挫折都没有的 生老病死 谁也逃脱不掉 对不对 三六九等 哪一阶级都不好过 你以为高等 有钱的就没分困难吗 各个都有困难 每个人的人生 他都有他的坎坷 都有他的问题在里面 所以说谁也别笑话谁 谁也不要去羡慕谁 那同样的 它这个区别在哪里 就在于我们对事情发生以后 我们的情绪所做出的反应 而这个情绪会影响到 我们的这个行为 而这个行为直接会把事物 导向不同的方向 如果你一个人是乐观的 开朗的快乐的 那这件事情它发生了 你想啊没事 大家要努力啊 我们继续 只要我们冲破这个难关 我们就可以克服了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 对不对 那大家就是一起啊 努力啊 去乐观 去处理这件事情 如果大家一拍桌子 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我怎么这么惨啊 我怎么遇上这样的事情啊 哎呀算了 我放弃了 我家睡觉去吧 那你的人生可能就举步不前了 可能会退又重新会到 又重新退到原地踏步 对不对 所以什么决定了你的未来呢 就是其实是你的情绪 造成你的reaction 你的反应 然后你的反应 创造了你的未来 对不对 那这所以情绪极简 和学会自我安慰 学会乐观的思想 是非常的重要 它可以说是直接影响 你的人生 而有的人呢 可能真的是天生就是乐观的 是有这样的人 但是大部分人 都是因为从小 他们经历过什么 而且他在不停地 经历的过程当中 不停地反思 不停地找方法 而且我曾经听过一句话嘛 有人说 你这么会安慰别人 你必定在过去的日日夜夜里 你曾经不停地安慰你自己 也就是说 你安慰自己的方法好用 你用在别人身上就好用 对不对 那你忘了这些idea 这些想法 用在我自己身上好用 所以我才敢拿出来 看看能不能帮助到其他人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所有的这些自信 这些乐观 这些开朗 这种淡定 其实都是从生活中 点点滴滴中 积累起来的 学习总结出来的 所以就像我上一个视频说的 不要只是定义对方 而是从中学点什么 哪怕学一点点 0.001也是学习 对不对 然后慢慢累积 慢慢累积 累积到最后以后 你的人生就会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快乐 而讲到情绪集结 咱先不说 咱先不要说 它会影响到未来 光是对身体的健康影响 就非常非常大 对不对 那我就要前两天 因为我经常会辅导一些 什么婚外恋 婚外情 有的太太就气得不行了 以往我都快发疯了 我气得不行了 我老公正有点说瞎话 我就跟他说 那你要小心了 我告诉你 你要是生气 把自己气坏了身体 忽然间我跟你说 得个什么癌 什么之类的 可怜的是你孩子 你老公就找小三 逍遥自在去了 你自己气个半死 得病了 值得吗 一点都不值得 OK 我说与其你在这给我生气的话 我宁愿你离婚好了 对不对 当然这个只是在刺激他 让他注意 要提醒他 不值得 我们可以去处理事 但是不要把自己气坏了身子 那在这里呢 就给查播一段 我记得我之前也讲过 因为我前两天又 看到了这个视频 就是樊登老师 他曾经讲过这段话 他说 我们女人啊 生气的时候 一拍桌子 生气 乳腺癌 不生气 一压进肚子里边 子宫癌 他说 这个气一上来 你要不发 他就憋在身体里边 对身体就不好 那怎么办呢 他说道教有一个非常好的法门 就是点头 当你气冲上脑门的时候 你就点头 然后呢 这个气呢 就会 奇怪 他可能就通过某一个地方 他就说 发散出去了 然后我记得 我在之前的时候呢 我在微信里边 我就有把这个 好像有分享给朋友圈里边 然后我有一个观众朋友 就特别搞笑 他说 一万我是了 我当时气得不行的时候 我当时就想起你这招来了 我就点头 他说 当我点头的时候 我感觉真的好用 而且我老公还笑了 他说我老公 忽然间两个人就笑了 因为当时正在吵架嘛 吵着吵着 然后他就用这种方法来解决 然后一笑 两个人之间就没事了 所以 我觉得吧 很多的招数 我们都用起来 我们都学起来 情绪极简也好 就各种各样的 让自己的这个情绪 减低下来 让自己平缓下来 如何学会安慰自己 像我们经常会说 用什么因果呀 我们经常会用一些 哎呀这是命啊 哎呀这是缘分啊 哎呀这是一些 总是有些时候 人家就觉得 你这什么歪理啊 为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自我安慰 管它是不是真的 只要你自我安慰 你觉得舒服 好 我这气能消了 我心里边放下了 我把气给松下来 都是好用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只要你当下的情绪 可以平复下来 你的头脑就会清醒 当你清醒的时候 你再去处理这件事情 你就必定会选择 对的方法去处理 而且这件事情 就会导向一个正确的方法 像很多时候 我在做辅导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我是陪着他 度过他最难熬的 这段时期 其实真正他 真正做决定的 还是他自己 而我是在用 不同各种各样的方法 尝试着去平缓 他的情绪 然后去引导他 正确的去思考 然后找到那个 他真正想走的路 然后做出选择 所以在辅导当中 我从来不会说 你应该怎么怎么做 你应该怎么怎么做 我不会的 我永远只是说 让他情绪放下了之后 冷静的去思考 什么对你的人生 是最好的 什么才是你真正想要的 然后做出选择 然后全力以赴 所以后来就发现 情绪极简 如果你能做好的话 你人生很多事情 你都可以做出 正确的选择 而且 当你在不管任何事情 你都能把以往这种 变态正能量都用上的话 你就会发现 人世间所有的事情 都会变得更加轻松 都会变得轻松 因为当你在不停的鼓励自己 变态正能量 我可以的 我要努力向前冲 我一定要战胜 然后自我鼓励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你身上是充满力量的 就像之前有说过 当你说我要去演讲了 我要是想 让自己充满自信 怎么做 那我就双手插腰 昂手挺胸 做出一个就是 女超人的这种动作 这个姿势本身 它就会让你充满能量 它就是让我们去充满了气场 而整个人的状态 就比不一样 你说话嗓门都会变得大一点 就可想而知 其实我们自己本身 想让自己变强大 或者是让自己思想转念 变成了乐观 积极 其实是很容易的 只不过是在于 看你愿不愿意 选择哪个方面 如果你总是去想不好的 总是想不开心的 总是要让那个不开心的想法 占据你的头脑 那这个东西 它就会把你吞没 并且影响到你的行为 影响到你的心情倒没什么 但是它会影响到你的行为 而你的行为如果表现出的是负能量的 是不好的 或者是说痛苦的 它可能就整个事件 就会导向一个不好的方向 就像前两天 就像今天嘛 早上有个学员就找我 就跟我说 一望啊 我在这个上班的时候呢 别人就是背后都说我 有同事也学给我听 老板也不喜欢我 这个也在背后说我话话 那个也在背后说我话话 我该怎么办 我现在很焦虑 很焦躁不安 我很害怕怎么办 我说很简单 就是一个笑 OK 早上起床 开开心心的 非常心情愉悦的来到公司 见到人就非常微笑的 点头一笑 见到老板 老板好 声音红亮 昂首挺胸 开心的过你这一天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只要做这个 为什么 第一 别人他在背后去跟你说 哎呀谁谁谁不喜欢你 这样的人 我们先不说他是真心为你好呢 还是故意让你难受 但是每个人做每件事 他有他的目的 首先我们要把自己的状态放在这里 不管大家你们的用意是什么 我自己是快乐的 那当他们不管做什么行为 当他们发现他都无法影响你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去做了 也可能会变本加厉更强 但是如果他依然无法动摇你 你是坚不可摧的 你的这个行为本身 其实你就是已经给自己建立了一个防护罩 而且当别人跟你说的什么的时候 你会说啊没事 没关系的 公司嘛这样的很正常 没关系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老板 反正我认真做好我的工作 老板会看到的 同事如果说你不好 没事 时间久了 他就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对不对 当你如果任何事情 你都是问心无愧的 大大方方的 开心的快乐的 过每一天 你的生活 你的状态 就会完全转向一个正能量的状态 如果别人一说什么 哎呀是 哎呀我也不敢看别人 哎我每天上班偷偷 人家都不喜欢我怎么办 哎呀人家都不理我怎么办 老板也不喜欢我怎么办 你越是这个样子 别人越觉得得逞了 哎你看我说他了 他就会软弱了 他就害怕了 对不对 别人就会觉得他的行为得逞了 他就会变本加力越做越多 越做越多 而你就可能就会被容易被别人霸凌 而且你害怕还不说 有的人呢不单害怕 还有种又生气 但是生气呢又不敢反驳 这样的人更容易被霸凌 我这个这个点我以前说过很多次 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被霸凌 又雄又不老实的人 敢就容易被别人霸凌 为什么 首先第一点 你开心快乐的状态已经展现了 我不怕你 我不care你 我不在意你 我根本连看你一眼我都不看你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心情不好了 这个哎呀已经这样了 就表示你已经在意了 对不对 那你在意了不说 这已经这只是表示你胆小 你懦弱 但是如果你就是这样 很生气 但是呢 表现很生气 但是你又不敢做什么 那别人会感觉什么 别人就会感觉 嗯 我这样欺负你 你这么生气 你都不敢还手 那就表示他更加的放肆了 因为你这么生气 你能这么恨我 你都不敢还手 他就更敢去对你怎么样了 你懂吗 因为我懦弱的时候 你再欺负我 你把我惹急了 我还上 我还 我可能就会跳起来 骂你两句 对不对 但是我这么生气了 我都不敢骂你 对方是不是觉得你更好欺负呢 所以有的人觉得自己表露出来很生气 觉得自己其实我在反抗 不是的 如果你真要反抗 你就指着他披子 好好给他骂一顿 OK 你要是敢真的反抗 你就拍着桌子 指着他鼻子骂一次 指着他鼻子骂 看他骂他一次 他以后就再也不敢了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这个环境底下 你不适合这样做 那我们就开开心心的 我看不见你 说实在的 我如果反击你 那是因为我瞧得起你 我把你当成了我的对手 我把你当成了我的敌人 我愿意正面和你刚 如果我不理你 我连扫你都不扫你 就表示你连做我的对手 你都不配 你都不配 所以快乐 开心 自信 我不在意 这种反应 反而是更强大的 要比你拍桌子更好用 甚至还要把对方气死 为什么 因为他做什么 都是白费 你根本都不上心 对不对 同样的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的小宇宙 就是一直一直不断的发着正能量 而所有身边的一切 事物 人际关系 它都会导向一个好的方向 当然了啊 我说了 我们不是高高 我们不是高傲的那种不理别人 而是我们就是正常的 谦虚的 微笑的 礼貌的 谅解的 宽容的 以这样的状态去做人 而不是说 我故意的高傲 我不理你 那就有点就是找抽了 就是找抽了 所以说 还是要把握分寸的 把握分寸的 今天呢 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情绪的重要性 它是直接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 所以呢 情绪极简非常重要 而且努力学会如何 平复情绪的方式和方法 然后正确的去建造你的未来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期待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 分享 还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